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黑白相间的灯塔处立于海岸边 这里是台湾最北端的富贵角灯塔 它已经守护这片海域长达百年 让远塘的人都能循着光亮平安归来 我们工作内容大概就是 维护灯塔这种运作 然后温区的整理我们都会整理这样子 还有维修 杨雅亮担任灯塔首已经15年 灯塔首是维持灯塔能顺利运转的中央工程 他们是带守着灯塔维护灯塔的设备 然而这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行业 却随着科技的演进正在渐渐减少 四面环海的台湾共有36座灯塔 交通部正逐步推进灯塔自动化 并预计于2025年达到15座无人灯塔 那因为现在其实人力都会逐渐的凋零 那所以我们就是慢慢的去 利用一些比较先进的科技 推动所谓的灯塔自动化 但即使科技日新月异 机器却不如人力能应付突发状况 正是这样蓬勃发展的时代 才体现出了灯塔手灵机应变的可贵 他们身抗重责而屹地不摇 肩负大润而涌垂不朽 是不畏风雨 雨光为伍的守望者 位在瑞芳的喉童矿工文食馆 是有一群老矿工靠着自己的力量所创立 他们举办导览活动 透过第一手的照片和亲身经历 分享当年的黑金岁月 希望能将跨场的历史文化传承下去 新北市瑞芳区的喉童 不只是一座猫村 也曾经是煤矿产业的重镇 早期的台湾 不论是国防 经济 交通 民生 全都得靠煤炭 而煤炭是矿工们在地底下 用血汗换来的 这是台湾第一大矿 它最多有一千个工人同时在里面工作 这个坑在民国58年曾经发生爆炸过 死伤八九十个人 1990年 台湾各大矿坑全面停产 原本住着6000人的喉童 因人口外流渐渐没落 老矿工们不忍矿场历史 与矿工文化渐渐被忽略遗忘 他们靠自己的力量 用自己的老人年金 合力在瑞山本矿坑口 打造喉童矿工文史馆 用第一手的照片 与亲身经历的故事 向每位丽临文史馆的游客介绍 老矿工们渴望把曾经辉煌的煤炭史 和充满血泪心酸的矿工故事 让更多人认识与了解 希望这段历史不被遗忘 记忆不被消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